这是卢卡 他的名字代表最后的共同祖先的意思 它是一种细菌 没有人知道它到底长什么样 但至少遗传学帮助我们找到了它 所有的生物都有自己的基因密码 把它想唱成一本书吧 它以四个字所写成的 即A、T、C和G 它们一起组成了64个单词 每个单词包含了三个字母 这些单词的序列就是遗传密码 你、我、窗台上的仙人掌 墙上的蜘蛛、外面的狗 是啦,我们都是亲戚啊 因为我们的基因是用同样的语言所写成的 例如人类和黑猩猩的密码本的文本差异只有1% 卢卡在你看到这部影片之前 已经活了45亿年 这种细菌是一颗种子 地球上面的生命之树 便是从它生长出来的 虽然它不是第一个细菌 但是每个人都是从它开始的哦 地球始终不断地变化着 起初只有海洋 然后陆地出现了 山脉起伏不定 干旱之后又出现了冰河时代 然后地球上面的生命也随之改变 一开始出现的是单细胞生物 但数十亿年之后 生命变得更加复杂 是啊,就是这样 六亿年前 地球的表面就很像科幻大片中的画面那个样子 那个时候 生命只存在于海洋之中 以神秘的动物形式存在 大小从火柴河到现代的鲨鱼的体型都有 它们看起来就像是树叶啊 活的毯子啊,布袋啊,或是装满果冻的袋子 寒武器大爆发,发生在5.4亿年前 这个时候的物种变得更加多样化 其中许多呢,都有头跟尾 这有助于它们在水中改变前进的方向 现代的鱼类,两栖动物,小龙虾 昆虫和蜘蛛的祖先出现了 这些生物至今仍然长得下某种恐怖电影里面的怪物 所有的生命都集中于水中 只是这并没有持续太久 5亿年前,鹿生植物出现了 两栖动物跟着它们来到了陆地上 科学家们认为最早出现的物种是Pereoscopio venator 它是所有现代蝎子的祖先 听起来可能很奇怪吧 但种子其实是在3.5亿年前才出现的 在那之前呢,所有的植物都是无子的 至于花,它们要到2.2亿年后 才开始为人类的双眼带来欢乐呢 接着呢,是人类最喜欢的生物咯 恐龙在2.4亿年前才进入进化阶段 各种体型大小的食肉物种和食草物种 陆生物种和飞行物种 它们统治了地球,有数百万年之久 但是在巨大蜥蜴的阴影中 一种奇怪的动物出现了 它们浑身是毛,用奶来喂养幼崽 它们是最早的哺乳动物 跟现代的雪雕啊老鼠和猫都很相似 它们很可能是夜间狩猎的掠食者 主要的是生活在树上 在6600万年前,恐龙灭绝了 可是它们的后代鸟类仍然存在 1000万年之后,第一批灵长类动物出现了 古代的狐猴 可能是它们的直系祖先 接着呢,让我们越近到500万年前 长得像人类的灵长动物 这个时候已经在非洲定居 野生动物现在不是它们唯一的问题 这时的环境已经比以前更冷 食物匮乏,丛林减少 想要藏生在树林之中 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 寒冷在当时是个普遍性的问题 巨大的冰川出现在地球上 吸收了大量的水 丛林正在变成干燥的大草原 早期的原始人类 适应了在新环境生存的方法 饥饿迫使原类离开森林 到达空旷的地方 这里有食物,但是危险无处不在 渐渐地灵长类动物学会了用后腿走路 而这可以帮助它们更快地发现敌人 并且能够更容易地穿过高高的草丛 由于双手空了出来 它们可以向亲戚们发出信号或扔石头 在大草原上生活了一百万年之后 它们成为了古人类 虽然这个时候的它们还不是真正的人类 但也不再只是动物了 没有离开丛林的灵长类动物 成为了黑猩猩的祖先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和它们如此地相似 人类进化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轴 想象一下 一部有着几十集的电视剧同时上演 但又相互重叠 每一季都讲述一个特定的原始人的故事 科学家们同意称这些动物为灵长类动物 简而言之呢就是人类 你、我、你的父母和朋友们都是智人 而我们只是这类物种中的一种 但是问题是整部剧都被删掉了 其中的某些环节场景也被删掉了 两百四十万年前 部分的古人类进化成了最早的人类 它们被称为能人或巧人 它们不比现代的黑猩猩还高 同时能够用石头做出最原始的工具 于是进化系列影集开始了 匠人或工人出现在一百八十万到一百五十万年前 这种人类知道怎么样制造工具 也是优秀的奔跑者 这使之成为优秀的猎人 任何一个匠人都可以教现代职业运动员一两周 这个物种生活在严重的干旱条件之下 并且失去了几乎所有的体毛 直立人或者称站立人的物种 很可能与之出现在同一个时期的非洲 但它是第一个前往亚洲的人种 科学家们对这些物种和其他十数个原始人 是相互进化而来的呢 还是平行发展而来的呢 至今仍然是争论不休 智人出现在大约三十万年前 在这二十万年之后 我们的祖先离开了非洲 并且移居到了世界各地 气候变化为了他们的迁徙之旅开了绿灯 当时呢 非洲成了干旱的沙漠 我们的祖先开始到处的寻找食物 在陌生的土地上 他们也就遇到了其他的人类 尼安德特人生活在欧洲和西亚 由于冰川整个欧洲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冰柜 但是尼安德特人在那边生活得很舒适 他们的大鼻子能够使通过的冷空气变暖 他们的肌肉和耐力 也能够协助他们在雪地里行走 索罗人生活在现代的印尼 而附近的佛罗雷斯岛 也进化出了神奇而孤独的人种 他们被人称为哈比人 其体重呢大概是二十五公斤 身高不超过一公尺 然而 不像他们在小说中的同伴 喜欢坐在壁炉边享受平静的乐趣 真实的他们可是优秀的猎人啊 2010年 考古学家挖掘了西伯利亚的丹尼索瓦洞穴 在这里科学家们发现了一种 科学上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人种的人类手指的一部分 他们称之为丹尼索瓦人 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千年里 除了智人以外 所有的人种都消失了 我们不是最强的 也不是最快的 但是与彼此交流的能力大大的帮助了我们 智人会彼此交谈 计划他们的未来 互相传递彼此的想法 第一批人类的大脑跟我们的大脑没有什么不同 但他们的认知能力却跟我们不太一样 他们不太善于记住新事物 彼此交流 讨论现象和物体等等 智人的大脑很灵活 由于这一点 古人类逐渐适应新的生活条件 并且随着经验而不断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 古生物学家声称 直立人使用类似的石斧已经有100万年了 他们的智人同伴从来不停滞 他们不断地改进他们的工具 他们发明了弓箭 缝衣针 钓钩和石刀 他们不仅会使用火 还懂得使用原始的油灯来帮洞穴照明 他们持续地进化着 直到到了今天也仍然在进化 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的发展 受到了环境 饮食和现代技术的影响 例如四万年前 人类的平均身高是1.83公尺 几千年来 人类的身高不停地萎缩 但现在人类又开始长高了 研究人员认为 这是因为由于营养 跟健康条件的改善 最高的人现在住在荷兰 他们的身高与第一批的智人很像 我们的大脑也在不断地萎缩中哦 古代人类的大脑 可是比我们的大脑还要大上10%呢 对于早期的人类来说 生存是最重要的问题 如今人们大多生活在安全的环境之中 所以这可能就是 为什么我们的大脑会不断变小的原因 我知道我的大脑肯定是缩小了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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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